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前幾天我們頻道揭露了一個從中國入籍香港的一名女子Maisy 她來台灣玩她在抖音上不是拍了一條撕毀入國登記表 然後事後到了高雄還罵高雄破破爛爛的對吧 結果今天啊發現她拍了這兩條影片不見啦 當時Maisy撕毀入國登記表 是覺得我們不是同一個國家 而跟她中共國才是同一個國家 所以她從香港來台灣是屬於國內旅遊 跨省旅遊看到入國兩個字啊生氣腦酸就撕掉 但她這邊又在玩一個心機 因為她入籍香港已經是香港人對吧 但根據規定啊港澳人民是可以申請線上出入許可證的 所以呢如果你有完成這個動作呢 你就不需要再填紙本 她事後還嗆網友我確實不用填寫啊 卻又說不清楚 她故意試圖營造台灣是中共國的一部分 所以不需填寫對吧 這是台獨自己搞出來的東西 所以呢你大可以不用寫也可以進來 因為台灣是屬於中共國法律管轄的 行機啦 歐美日韓的人才需要填寫 但這都不重要啦 她的影片已經下架了 估計是回香港的時候啊 被我們海關攔下問話了 那我們的法源依據是什麼呢 根據法規啊蓄意撕毀出入境表單的可以對當事人進行短暫的扣留跟詢問 所以可見啊小粉應該是怕鐵拳自己把這個影片刪了 趕快放我走我把影片給刪了 暖 而我今天還看到了一個很荒誕的事情啊 一群中國人在2019年 於網路上發起了一個叫做 996ICU的網站 我們從字面上大概就能理解 996工作進入ICU病房對吧 裡面內容是在呼籲中共應該落實勞動法 我們叫做勞基法 他為廣大的中國勞工 爭取權益 結果這些發起人啊 或是製作網站的這些相關人士啊 或是有參與裡面的NGO的人啊 基本上在2019年7月份啊就被中共給羈押了 其中一位叫做陳淵的 且看了顛覆國家政權 以及試圖推翻社會主義制度 而中共的法律啊又落實了領導的看法 不僅不讓他指派辯護律師 也不給他保候審 也不讓他跟這個律師會談啊 還有跟這個親友見面啊 目前他的妻子在牆外網路上啊 像是推特之類的維權 說陳淵不是996ICU的發起人 他只是其中之一的參與者 而他也是一個公益工作者 一些NGO團體的創始人之一 那過去十幾年啊 一直在為中國從事許多人權工作 像是維護勞工權益啊 LGBT團體的權益啊 身障人士的權益啊 廢除生育計劃政策的倡導者之一啊 並且要求中共公開計劃生育 所徵收的金額以及用途 就是你多生要罰款嘛 對吧 你罰不出來你孩子要被帶走 那希望受害者家屬可以每個月得到 一千五百塊人民幣的補助金 這樣的一個人被中共 盼顛覆國家政權 你們這個國家是中共的嗎 還是這個國家是你們中國人民的 如果你們認為這個國家是中共的 是中國共產黨的 OK那這個成員他確實顛覆國家政權 但如果你們認為這個國家應該是你們的 你們只是授權 讓中共來分配資源來管理 那國家就是你們的他在幫你們爭取權益 因為執政黨做不好 那他怎麼會是在顛覆國家政權呢 他的這些都是在幫勞工爭取權益 這是與資本方抗衡的力量 這才是落實社會主義 結果你又說他推翻社會主義你搞笑吧 你中共說自己是社會主義 那你怎麼有股票你怎麼有股市 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應該 連錢都不該有吧 當然啦 你會說這是中國特色 OK啊 那我也說這是八九特色冰淇淋啊 對不對 但你們 明明都知道這是麥克風 你們嘴巴就是這麼硬 幫勞工爭取權益 這些在歐美日韓台 是非常正常的行為 在你們國家就成了顛覆國家政權 奇怪 歐美日韓的政府怎麼都不怕會顛覆 就你怕 你多脆弱 如果一個政黨下台這個國家會垮 那你這個國家有存在的必要嗎 他就不是一個正常的國家 一個正常的國家換了政黨 他不應該垮 而且顛覆國家政權這條啊 在我眼裡看起來是相當可笑的 正常國家是不會有這條罪的 政黨輪替是很正常的事情 按你們的邏輯來說 明年台灣總統立委大選 國民黨跟民眾黨就是犯了所謂的 顛覆國家政權罪 要被判五年以上對吧 聽了就覺得可笑 而在中國 實際上根本就沒有各行各業的工會 而這個總工會還是由中共自己去成立的 裡面有黨支部 大概就是梅西是球員又是裁判 也是觀眾更是主辦方 還自己買票進來看 你們自己看中共國的工會寫什麼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 中華全國總工會 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的人民團體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主席跟 主黨書記這兩個人啊 都是全國人民代表 也是中共黨員 那我們先簡單帶大家來看一下 陳淵的妻子在推特上發了些什麼文啊 我是陳淵的妻子 是電商公司的高管 我們家住在深圳 7月22號早上8點半 我和往常一樣 去公司上班 沒想到我們一打開 就有人藏在我家的消防通道 他們衝進來 我被摔倒在地上 他們把我拉起 我驚魂未定 說了一句 嚇死我了 又有一群人衝到屋子裡面 找陳淵 便衣的穿制服的都有 我三歲的女兒和陳淵正躺 在床上 我女兒正在換內褲 他還被國安 被警察給拍下來了 七個人押送我去幼兒園 有三個女的緊緊跟著我 後面還跟著三四個人在拍 把孩子交給老師後 問那個女的下午怎麼接孩子 這個女國安拎著一個LV包 長得非常漂亮 說他會來接的 諸如此類啦 中間的過程就是講 他們是怎麼被言行逼供啊 他們是怎麼被迫害啊 我們看看到最後面啦 現在孩子三歲半也懂事啦 這次的恐怖經歷傷害了孩子 幼小的心靈 我沒想到孩子會成了 國家安全局辦案的籌碼 你們中共真的是跟綁匪 根本 你們中共跟綁匪就是一模一樣 就是拿著別人的家人 拿著別人的親友 拿著別人最深愛的那些人 去威脅他 然後還大言不慘地說 我沒有威脅你 這都是你自願的 你真的是不要讓自己倒台 你倒台了你會面臨很嚴重 很嚴重的轉型正義 我跟你講 除此之外啊 還有一位中國的律師叫做李和平 他先前被中共入獄 出獄後持續被中共派人監視 去哪都有黑衣人啊 或是便衣圍繞 相信這些影片啊 我們從去年前年都分享過很多很多的案例 旁邊都是人在跟有沒有他拍到 然後發到外網 所以李和平跟著妻女一直過著 居無定所的日子 直到6月9號他們決定搭飛機去泰國 沒想到在機場被警察給攔下 說他們一家三口出境 是危害國家安全 你才在危害別人安全嗎 我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條影片 然後現在他給你申請一下 決定不進行怎麼決勝 最近會可能會危害國家安全 在那邊 跟相關那邊的附近 附近附近管理改變 現在才第一名叫 國務相關 這附門決定 暫時國民了的決定 這個上方也沒跟我寫明的案 但是呢 他這邊就是上去 下的命令是這樣 然後具體案情 你們以為這樣就已經夠誇張了嗎? 一家三口去泰國 帶著小孩 說他們危害國家安全 怎麼樣叫做危害國家安全 他們要去那邊當炸彈客嗎? 他們要去那邊拐賣人口嗎? 他們要去那邊幹嘛嗎? 沒有 他們去那邊要過安全的生活 然後揭露你以前在中國 對他們做了什麼不好的行為 這樣叫做危害國家安全 那你就不要做出危害安全的事情 周星馳不是有一個電影 那個皇帝問周星馳說 你們丐幫人這麼多 對我的政權對我的國家造成威脅 周星馳說什麼? 丐幫人數取決於你皇帝 取決於你政府不是取決於我 你們總是倒果為因 除此之外 還有另外一名律師叫做王全璋 他最近被中共強迫 搬家搬離首都 要搬去偏鄉 原因是因為在北京 太容易接觸到歐美日韓的記者 或是大使館 那他們 也不想要天天年年地 浪費人力 去監視你 對不對 為什麼要監視你? 因為怕你跑到大使館 怕你去找什麼BBC的記者 怕你去那邊拿到政治庇護 帶大家來看一些影片 給你啊 不是你警察也不能進屋 怎麼不能進屋 當然這是我的 警察也不能進屋 對清清出去才能夠合適好嗎 這是法律庫務的權利 這是我們私人的宿宅 你怎麼能這麼用私人的宿宅 這房子是你的 這位警察同事 請你現在出去好不好 這是我們的房子 房子還是您是多戶 但是現在你已經 你不能進屋 這法律庫務的權利 不是說你 你把哪一圈 怎麼樣 你可以去上奮女上機板 怎麼哪一圈 你站在門口出示你的證件 然後你下方的頻率 對 你不能直接進屋 你他穿著去服就不用出示聲線 你不可以 你不可以 你這位 為什麼會是撞開的 太搞笑了 這 這是水龍頭 那你不是有權利問嗎 那你 我機家 我機家我東西 我掉地上來 這有違法嗎 我現在操攔 我準備裝了 我還沒來這地方 這是壓多緊 我這個水龍頭蓋子 來來看看 你這位給我誰 來 來你們看看 先是往後置疑 明白了嗎 我可以不回答 對啊 今天我一個水龍頭掉在地上 你們就在這兒威脅 威脅我說這事 你們讓這子路維碼 明白嗎 我能理解說 現在讓您過的這中路維碼 你們不維碼您 因為我們就說您正常的 您讓您親毛好友 來也行 拿著房產證的紅板 原件 還有它的戶口板 它的身份證 或者證明一下 就OK了 就這麼簡單 明白了吧 還有我再跟你說 你們可以隨便錄 建築我們之法沒問題 我一定要發在網上去 斷爭取義 到中間之後 我一定要互相反負任 你明白嗎 無論發的內網或外網 我跟你說的很明確 無論內網或外網 你千萬不要讓我找到 我如果找到證明了 你發到內網或外網 無論污衊關機關 你放在那裡後 我們肯定要抑鬱你 可憐喔 可憐喔 這就是中共常見的手段 他就是想要把你弄走 但他沒有法源依據 他就天天找你麻煩 影片的最後還有一件事情 一名中國男子叫做張王冊 他也被中共以反政府的名義 誘騙綁走他 原因是啊 先前他支持師同喬勇士的行為 被發現 結果被中共判 進入精神病院治療 通常以政治罪被判 這個精神病進去 或是律師被判進去的 通常他們是全中國最清醒的人 而也有勇氣的人 他出精神病院後啊 他又在抖音上曝光這些事的遭遇 現在又被中共警察 以反政府的名義帶走 帶大家來看一下這段影片 啥事 啥事 啥事說啊 幹什麼 急著 有什麼事啊 門里面有的是人義務 我都開看 你讓他開門就開門啊 說警察啊 警察我就得開門嗎 你手續把手續拿出來 把手續拿出來 你們是想要傳喚我 還是要逮捕我 說這個情況知道嗎 到晚上半夜找我啊 你這個公安做公民 你有義務在做公民啊 我有義務監督你們警察 說話啊 到底是怎麼回事 想傳喚我 還是要逮捕我啊 你憑什麼 我憑什麼要你們進來啊 在正常的國家 警察要逮捕人 要進入這個人的家 除非他有這個 拘捕令或是這個搜查票 不然他是沒有辦法進入你家 他只能在公共區域問你話 而問你話 這個前提是 你必須得自願 如果你不自願 他也沒有權利 除非你已經有 明顯的犯罪事實且危害這個 大家的利益 你可能有 手上有槍啊有刀啊 但如果你沒有 就是在 天賦國家政權 天哪 這到底是什麼國家啊 重點逮捕他的警察 還是哈爾濱的警察 等於說跨城逮捕 所以我想說啊 你們小粉紅 從2019年 就開始說要舉報 雖然很多你們的先輩 已經自己被抓走 被罰款 怎麼 我還沒被跨城逮捕 反到你們中國人 自己被捕的一堆啊 難道台灣不是中共國的一部分嗎 今天影片到最後結束 喜歡記得留言 不想記得一定要把我封鎖 我是巴掌 下次見啦 掰